8月19日皮佑追星成功 晒出他与杨颖的合照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原来杨颖作为某品牌的代言人 前一天去了温州五马街参加活动 吸引了大批粉丝前来为官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还有很多安保人员维护秩序 皮佑和陈毅里作为网红 也受邀出席了活动 皮佑穿了一身黑色的休闲装 头发是粉色的 很显眼 她和陈毅里的近照 被一些路人拍了下来 和他们平时的自拍相比 差别很大 皮佑的头发看起来很不协调 衣服也很普通 陈毅里的妆容也很浓重 脸上没有美颜滤镜的效果 皮佑说她是杨颖的粉丝 见到杨颖后 她主动伸出手去握杨颖的手 杨颖也没有拒绝 而是很友好的和她握了手 皮佑还得到了杨颖的签名和合影 她很开心的向大家展示 陈毅里也和杨颖合了影 有网友表示 网红和明星还是有差距的 皮佑虽然很瘦 但是和杨颖比起来还是有肉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